大家好,这个Yoyo我们终于到了第二十条,最后一条哈,我们来读一下先 再来一遍 这句话没完哈 知识点 第一个 几月几日的这个月要用数格表示几月的几日 这个得它当然是一个表示在什么时候的语位格格入词 同时呢也是满语传统的农历纪念中替代以能你的词 这里可以有一个啊 你看文献能看到 可以这样写啊 哪单边以车哪单以能以得 没问题啊 没问题 这肯定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但是通常这种时候我们都不写这个以能以了 直接写个得就完了啊 好了 接着往下看 第二个知识点 以汉托克拉 以汉托克拉是看管牛 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 它既是一个实体形式 又不以原音字母一结尾 所以托克拉这个动词可以当形容动词用 这叫可以当形容词用 所以叫形容动词 以汉托克拉做定语 看管牛的 看管牛的啥 哈哈 嘴 哈哈是男人 是吧 嘴是孩子 哈哈 嘴是男孩 接着往下来 佐多罗 佐多罗 是仿之 真之 是吧 佐多罗 又是个定语 他修饰 萨干嘴 萨干 单拿出来是 妇人 也可以 称呼妻子 萨干 嘴是孩子 萨干嘴是女孩 这个搭配是固定的啊 那有同学说 哎 老师那对应这个哈哈嘴 我能不能说 呵呵嘴 我还是那句话 你在文献中 你看的多了 你可以见到 但这过于这个罕见 甚至有点惊悚 是吧 没人这么说话 没人这么说话 这有个语言搭配习惯的问题 我们正常都会说 萨干嘴 而不会去说这个 呵呵嘴这回事 是吧 当然还是那句话 你要找反例 那大概其也能找到 是吧 我们接着往下来 这句话没完 在七月初七这一天 看管牛的男孩 和知物的女孩 是吧 牛郎之女 是吧 怎么着呢 接着往下来 再来一遍 第一个知识点 汉语叫他们夫妇 夫妇是谁 是不是他们 他们是谁 他们是不是夫妇 所以这个他们和夫妇 说的是不是一伙人 一伙人吧 哎 好了 就同位语 是吧 说的是同一回事 好了 这个时候 前边如果是代词 如果是代词 则用数格 这个跟汉语的表达不一样 再举举个例子 说 咱们俩 咱们俩 我也是人 你也是人 所以咱们俩肯定是咱们俩人的意思 但汉语直接说咱们俩就行了 俩是谁 是不是咱们 是咱们 咱们是谁 是不是咱俩 是咱俩 好了 咱们是母色 俩是桌 这个时候蛮语要加一个 诺非 一会儿我再说这个诺非的事啊 汉语直接说咱们俩就完了 满语不能说母色 捉诺非 你得把这个母色给我变个数格 变成母色 咱们的俩 听懂了吧 好了 然后这个诺非 很多教材和数说 这个诺非是人的意思 就是纯粹胡扯啊 这个诺非不是人的意思 诺非是什么 是人的量词 所以诺非是啥 名或者位 一名一位 两名两位 明白这意思吧 并且这个诺非只能用于一到九 比如十个人 说转 转 诺非 可能 也许 你还能见到 十一个人 转额目 诺非 这就非常不恰当了 不恰当了啊 诺非 这里不是人的意思 它是人 的量词 的单位 但是在蛮语中 因为它只用于人的量词 所以后边的人通常可以省略 不是必须是可以省略 听懂了吧 好了 我们回过头来 回到课文 他们夫妇 那这个他们要变成蜀格 就是他们的夫妇 是吧 他们夫妇 他们夫妇怎么着呢 见面 这没有啥可讲的 往下来 清歌评啊 好了 我们接着往下看 Saxaha Gemu Songari Bira De I Safi Songari Bira Songari 是啥 是松花江啊 松花江 那个松花 是吧 当然这个苏 和光明 光亮 这样的含义 也有关系啊 但是我们这里 就不再继续猜了啊 是先有了地上的 Songari Vla 还是先用 这个Songari 称呼天上的银河 两种看法都有 哪个在先 哪个在后 我在这里 就不掰扯了 啊 你自己有兴趣 去考证一下 不是考证一下 你去做一下 前人的文献中处 看看前人咋说 然后你自己 再有看法 是吧 在此处 这个Songari Bira 指的是天上的银河 好了 喜鹊 在天上的银河 聚集之后 哎 这个E3B 我要讲一下 叫做A B得 E3B 啥意思 A 聚于 B处 然后相应的 然后相应的 要导出个A B B C 得 E3 不 B E3 E3 不 是吧 是A 将 B B B 据 C B B 这个你记下去 是吧 做个笔记 好 这个喜鹊呀 都聚在银河那之后 干啥呢 Dohan Chanbi Dohan 是桥 Chanbi 是架桥 是吧 Dohan Chanbi 就是架桥 有一动词 叫Dombi Dombi 是度过的度 度过啥的度 用他的词干 加一个憨 表示度的时候 那个通过路 所以就是桥 你看一下 记俩词 是吧 导憨 Chanbi 最后有个Chanbi Chanbi是啥 听说 最后这个Chanbi 出现 前面都是听说了 听说呀 在7月初期这天 牛郎之女 他们夫妇 见面 喜鹊 都去银河 那聚集之后 架桥 好了 往下来 第三页 B Kunichi Albaita Inu Nohujimamai Loren Majiga Talihun Akun 再来一遍 B Kunichi Albaita Inu Nohujimamai Loren Majiga Talihun Akun B Kunichi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 我觉得 这就可以引导一个大长句子 中间都是你觉得的事 最后 来一个Chanbi 这个Chanbi 确实是 叫可有可无了 不是绝对要有的了 在我看 比如说我个人写文章 B Kunichi Bla 我最后一定会加上Chanbi 当然可以根据我的需要把Chanbi进行各种形态变化 是不是 但是我们确实能看到很多前人的文章 包括清代留下的Chanbi 他都省略掉了 对吧 省的很多 不省的也很多 那作为我个人 我肯定是要加上他 但这里我要不说 就显着我没讲到位 是吧 在我看来 我觉得 觉得啥呢 Erbaita 这件事 Eno E Ne Hugji Mama E Lolen E就是 De Ne Hugji Mama De Lolen E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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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认为 他是老满文像新满文过渡时留下的一个残余 这个呼 用的很少 他实际就是他 就是呼 当然因为我们这个课是讲话条子 不讲这个字母的这个发展史或者来源 所以我这告诉你 你知道他怎么写就行了 我就不展开 他怎么从蒙古文字母表到老满文字母表到新满文到乾隆规范到怎么回事 我就不讲这些了 好了 你知道这个就行了 在我看来 这个事也是老妈妈论 老妈妈令 就是传说的意思 老太太嘴里说那些事 马迹个塔利昏稍微可疑点 阿坤 阿坤是不塔利昏阿坤是不可疑 加个N 疑问 不稍微有点可疑吗 意思是他不信这玩意儿 是吧 不信这玩意儿 好 来 我们来看 第四页 这个阿就说了 他说 再来一遍 这话还没完啊 瓦卡是错 瓦卡是错 瓦卡好比 错了 你错了 瓦卡好比 就是错了 然后 一个里 无心哈 做多干 无心哈 是牛郎星 织女星 舍人 舍人 舍比 说 舍人 还是说 舍人 得子结构了 说波浪 线得 对吧 说波浪 线得 这玩意儿都不太好理解 对应一个 所谓 一下就好理解了吧 所谓啥 就是啥啥 所谓 不就是叫做啥 的意思吗 所谓 牛郎星 织女星 没问题哈 然后这一页就没有啥其他 重要的语法了 我把这个词展开讲一下 先讲个简单的 做多干 做多干是啥 做 东比 做东比是啥 织布的织 三干是啥 妇人 妇女 把他俩一家 变成了 做多 看 看明白了吗 咋来的 把俩词 咔 拼到一起了 织布的女人 织女 这词是这么来的 这个呢 咱们这个传统叫做说和词 我说的传统是指咱们这个老前辈们写的文章 然后呢 这个我的这个好朋友 是吧 这个韩国清晰大学的这个唐谦航博士 他用了一个词叫做 接 搭词 我也没问他这个术语 是不是直接把那个韩语的术语翻译成汉语了 他的文章中用了接搭词 接搭词和说和词 这个说 这个说指是一回事 指的东西是一回事啊 但这个接搭我觉得就很棒 是吧 接咔嚓 给剁开了 搭咔嚓又给接上了 是吧 他这个接搭词 这个术语 我觉得挺好的啊 在这里简单说一下 然后 是这个织女 那一定就是牛郎了 这词咋来的 我给大家讲一下啊 这个比他那个要复杂一点 一憨 耳根比 一憨是啥 是牛 耳根比是啥 是六 这个六是怎么写 我都不太会 竹子旁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竹子旁 这个六啊 六狗 那个六叫耳根比 当然你也可以说 他是牵牛的牵 是吧 好了 先把他给接一下子 一 哥 但是这个 以根比 它是个动词 你知道吧 但是牛郎星 这个牛郎 它是个名词 所以这个单纯的 接一下搭一下 还不行 再加个里 里啊 在满语中 通常是一个构成 名词的词罪 它构成的名词 大部分都是植物类的 当然也有动物类的 你比如说 行额里 行额是耗 对吧 耗费 里就变名词化了 是吧 就是耗了啊 以格里就是 牛 牵或者六 的人 是吧 以格里就是 六牛的人 牵牛的人 这个以格里是这么来的啊 好了 这种方式叫缩合 或者叫接搭 你喜欢哪个 书语就用哪个 好 第五个 再来一遍 前面说了 不拉不拉 所谓牛郎之女啊 是啥呢 两个星星的名字 哎 A SRNB 一怒 是吧 这个一怒 通常都不需要啊 在这里 B就是名字 A是牛郎之女 好了 跟上一页就接上了 然后往下看 他说 阿达拉摩 巴拉摩 巴拉 巴拉 奥 比 你 阿达拉摩 是怎么 七 奥 比 是可以 你 是一个语气词 有点反问的意思 怎么就 可以呢 什么怎么就可以呢 乌西哈 一 格部 把星星的名字 巴拉 巴拉 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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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啥 是说 这个色摩在这里 起到一个引用的作用 是吧 把星星的名字 叫做夫妇 或者把星星的名字 说成是夫妇 怎么可以把星星的名字 说成是夫妇呢 好 第六页啊 再读一下 说 热舞台 张天尼 古尼哈 古德 豆牛 古龙 这个以车 是个注释 不管啊 德姆 牛 汉 古龙 德 都西卡 这个读两遍啊 一边读这个旧说法 一边读新说法啊 再读两遍 再读两遍的第一遍 说旧说法 再读两遍的第二遍 说新说法啊 热舞台 张天尼 古尼哈 古德 豆牛 古龙 德 都西卡 再来一个新说法啊 热舞台 张天尼 古尼哈 古德 德 普牛 汉 古龙 德 都西卡 我说这个新说法 是乾隆 朝的这个新清语 啊 一个一个来 热舞台 这就 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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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几页之后 这个 热舞台 画个方片一 热舞台 在这呢 白塔德阿达里 方片二 热舞台 一个定语 白塔德阿达里 这就 这就 事情一样 这就 好像 什么 事情一样呢 色赫 白塔 传说 的 事情一样 森比 传说 色赫 传说 乐 色赫 白塔 传说 乐 的事 这就 好像 传说 乐 的事 一样 传说 的 什么 事 呢 回来 张天尼 张 张天 出使 西域 那个 他咋的 了呢 张天的 做的事 他做啥了呢 古宁比是想 古宁哈是没想 古宁哈哭是没成想 古宁哈哭的还是没成想 在没成想之时 在这里意思解释完了 然后呢 你应该做个笔记 把这个 古宁哈哭 然后 古宁哈哭 空格是吧 德拿个括号 括上 括上 这个德呢 有没有的问题不大 啊 叫做 没成想 你说一件事 想说啥都行 然后需要说没成想的时候 把它扔出来就行了 比如说 哎呀 我这本来今天想去看你来着 打电话说呢 哈 然后对方说 那你咋没来呢 然后你说 哎呀 古宁哈哭的 阿嘎 安巴拉摩 阿嘎 哈 没成想 雨下大了 还说了是不是啊 我就没去呗 然后 好了 接着往下来 嗯 斗牛 斗牛宫 斗牛宫 是吧 这次天上的星宫啊 星宫 得多西卡进入了斗牛宫 谁进入了斗牛宫呢 张千进入了斗牛宫啊 好了 然后这个 德鲁牛汉都是心情语了 是吧 呃 这个咋来的 是吧 这斗斗牛宫 这个斗宫 叫什么 斗木 蟹吧 是不念蟹 牛叫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牛啥 我也记不住 是吧 哎 这个 德 就是这个斗 德 是这个斗 这个突 是这个 吞突 是吧 吞突 是这个蟹 这个动物 前半截是汉语 后半截是蛮语 把它俩 加到一起 指这个 汉语的传统的星空里的 这个斗宫 牛宫就更好理解了 前边这个牛就是牛 加上后边这个乙汉乙汉不是满语的牛吗 前边是汉语的牛吗 后边是满语的牛 是吧 牛乙汉 牛汉 看明白了吗 啊 好了 这个能懂就懂 不懂也无所谓 你就把它记下来就完了 这个斗就是这个 德姆突 是吧 牛就是这个 牛汉 就完了 啊 这个都不是真牛和真的这个斗 是吧 这个什么斗木蟹 是吧 它是指天上这个星空啊 好了 他没曾想进了星 这个星空之后怎么着呢 再读一下 再来的 这个为啥有个意义呢 因为它带了一个宾语虫句 给牛喝水叫印牛是吧 谁印牛呢 牛郎星印牛 明确一下印牛这个动作是牛郎星发出的 为啥要有个数格明确呢 是因为画个圈一 往下看 是不完全一样的结构啊 织布 圈 谁是圈三呢 波是圈三 波拉波拉动名词一 波拉波拉动名词二 有个波 把第一个动作和第二个动作 这个时候两个动名词 它往前看 都是有一个完整的小的句子的 这个时候这个小的句子的主语 要用数格来说明这个动名词 所引导的宾语虫句这个动作到底是谁发出的 这个讲了无数次了哈 撒布哈 看见了 谁看见了 他自己还看见了 当然他自己 我这叫他还亲自 自己就是亲自 是吧 这属于翻译技巧了 他自己 他亲自是谁 是张谦 是吧 张谦没成想就进了斗牛宫了 然后还亲自看见了 看见了啥 牛郎星印牛 织女星织布 好了 克力海 额木发西一块 只记 只记就是知机 这两个字的那个音译啊 只记我和知机石 有好奇的 你就去查一下 这个知机石是啥 我在这里不搞这种文化科普啊 百度比我说的好多了 是吧 不 还把一块知机石 嘎机 嘎金比是由远及近带来 他还拿了一块知机石 非之后 他还拿了一块知机石之后 干啥了呢 第八页读一下 眼君平的 他卡 他还把他得阿大利 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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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过了绝大多数情况下 前边名词用一 是吧 你阿大利 葛瑟和前边一样 什么什么德阿大利 我认为这个语意没差别啊 当然你要非细分 你可以说叫做啊 与恩相似 其实我认为是一样的 一回事啊 好 斯赫拜他的阿大利 这就好像传说的什么什么事 传说的什么什么事呢 前面那些说完了 他拿了块石头回来 是吧 拿了块石头之后怎么着呢 叫A B 波 他堪比 AB 波 他堪比啥意思 叫 A 认识 B 好了 A B 波 C 德 他 卡 不 笔 这是啥呢 叫做 A 把 B 给 C 认一下 调整一下 A 让 B 被 C 认一下 这是个屎被动啊 我这直接跳到屎被动了 把中间的屎被动都给掠过了 你自己去查一下笔记是吧 谁是A呢 这个张谦出此西域这个人 谁是B呢 他拿那块知己石 谁是C呢 阎君平 是B 张谦还拿回了一块知己石 然后给阎君平认了一下 M B 过去的事 是吧 过去的事 M B 就是 现在 加个 H 就是过去 M B 给阎君平认 认了一下 好了 接着我们往下看 青山屏有点乱 R B A B 讲过无数次了 A 说B 波浪线 谁是A 你 谁是B 这 谁是波浪线 A 谁是B C 啥是C 就是如果 如果把这个说 A 我认为是A C B 他就行 但是人家用的是A Cui B 他 是吧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 好了 要说这是没有的事的话 如果把这个说成是没有的事的话 怎么着呢 再来 读一下第九页 Zul G C O P O LAND Hai C H B S R B T S C 后边还有 再来一遍 Zul G C O P C O LAND Hai Hai H B S B S C C 而不 C 这是一个重点 前边是名词 也可以是动名词 自恩或作为以来 武兰 武兰比是传说 武兰敦比是互相传说 Hai 是一直 C H 我们讲过了 是吧 Hai C C Hai 这本是不讲过了 Hai 作为以来 一直作为以来 动词的Hai 行 几何 从古至今以来 动词的Hai 行 从今往后一直下去 做这个动作 是吧 自古以来传说的 这是自古以来就传说的 这个没有 这啊 他这个原文没有啊 要我写这块几何 我肯定加个得字结构了 是吧 好了 我们看下边 必是有 必是有的 形容动词形式 修饰这个拜他 有的事 啥叫有的事 就是真事 如果说这是有的事 俄罗伯成前省略了 你这可以加上 俄罗伯 前面有你也可以不加 是吧 如果说这是有的事 怎么着呢 也没有真凭十句 好了 到这二十条 第二十条就讲完了 我们这个满猛消遣 一共二十条 也就到今天都讲完了 这个不知道 有多少看我这个视频的同学 全程跟下来了 呃 因为只讲了三十分钟 比较这个短 是吧 我想说一点 这个跟课程不太相关的事 是吧 首先呢 就感谢 是吧 感谢 我这想到哪 我这想到哪 说到哪 我这也不被课的人 是吧 更没准备个稿 首先感谢大家 这个一直来看我这个视频 然后呢 最开始纯粹是疫情期间闲着无聊 然后自己整理这个古籍 就顺便录了个视频 没想到还有很多朋友在看 所以是你们鼓励我录了下去 是吧 非常感谢啊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呃 我们要明确一点画条子这种东西啊 满猛消遣是一种画条子 画条子就是清代人的对话 呃 呆老个是吧 对话 画条子这种东西 清代人说呀 不下这原文啊 不下白种 就这玩意有的是 这有的是啊 第三呢 画条子这个东西啊 大部分啊 这不下白种是吧 里边大部分都是教书先生 上谁写 谁批 谁讲 谁扔 这个谁啊 所以纯饰的呢 并没有白种 是吧 并没有白种 但是几十种还是有的 是吧 有的呢 一个一本画条子里边可能就五条 八条 十条 有的呢 可能就整理成书了 是不是啊 这个我们在北大社也也出了一套 是吧 不能说太多 不然平台说一流了 是吧 你们自己去找去 是吧 这类东西啊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由于画条子形成的这个过程 不是那么的严肃认真 所以呢 画条子本身呢 你要辩证的去看 它肯定是 当时人的口头语言的真实记录 口头话语 这个没问题 这个应该是学界比较公认的了 尤其是越烂的画条子 越是口头话语的这些记录 第二呢 正是由于它既是口头话语的真实记录 同时又没有一个严肃的形成过程 所以这个画条子本身呢 它只能作为反映清代口头语言的一个泡面 它只能作为我们研究清代满语语法的一种材料之一 千万不要什么样呢 尤其是年轻的朋友 比如刚上本科或者是刚读硕士 看到来哪个画条子上找到了一个 别的书上都没见到的这个特别的语法的这个点 或者词的用法 然后就摇一巴跟着讲 说你看人的书上都那么说了 这肯定当时就这么用 你们都不知道 那这种想法就是脑子可能不是太好 及时治疗或者及时调整 是吧 就是我们学习语言也好 研究语言也好 是要去 看这个语言中的这个高频率出现的表达方式 而不是那个低频的 是吧 母语者也会犯语法错误 母语者经常犯语法错误 是吧 我说是清代的 清代的这个母语者 因为不是每个人的受教育程度都一样 是吧 好了 这个要理性看待 理性看待错误 然后第三第四呢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满猛消遣这个东西挺好 一看把以前学的语法点都穿起来了 然后好多词的这个搭配呀 巨型啊 哎 掌握的还挺好 那么呢 你可以自己的去找一些其他的话条子 试着像我这样整理一下 是吧 试着像我这样整理一下啊 当然大部分话条子我们都整理过了 也陆续的出版发表或者扔到网上了 你自己去找是吧 最后就想说啊 这个语言学习啊 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如果你是个语言的这个普通学习者呢 那你应该持之以恒 是不是 把它当成一种人生的快乐 否则的话 你是很难把一个语言学得很好的 尤其像这个蛮语这种用途比较狭窄的语言 是吧 也没人天天跟你去讨论怎么学习 是不是 不像你学英语 学日语 是吧 这个很容易找到朋友一起进步 是吧 如果是一个语言的研究者呢 我那我们勉强算半个同行 我这也算半个研究者是吧 我就建议大家一定要尽可能的这个扩展语料 扩展自己研究的语料 不要这个局限于档案或者是这种官修的这个书籍 这些东西的特点是非常好 这个错误很少 就是犯的语法错误词汇错误很少 但是你过于局限于这种书呢 可能这个会失去一些乐趣 会错过一些研究的新的增长点 也要去这个广泛的看一些 比如说我们上上节课 我推荐这个闲窗路梦 再比如说一些这个留下的像什么尼三萨满等等 这些东西是吧 甚至这个神本子 这都是很好的语料 这个语料的来源一定要丰富 语料的这个总量一定要大 否则的话可能我们的一些研究论文呢 就变成了纯粹对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这个注角或者注视 只是反复在证明人家的那个理论是特别的对 这当然没问题 人家理论对就是对 是吧 但是整篇论文看下来就是好像也用了很多这个语料 然后也用了一些高深的理论 但是最后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正的结论 这个可能意思也不大 当然我对主要是一些跟我同龄的青年这个研究者 是吧 我们共勉共同进步 我这个能说不代表能说这些东西不代表我能做得到 给大家一个小建议 然后呢 最后还是是吧 呃 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长期观看 呃 祝大家身体健康 事业有成 学术长青 呃 保重身体 我们不知道将来在哪一个视频里还会再次遇到 好 谢谢大家 巴尼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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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尼哈